Yo 我是你叫楊德瑞 今天已經來到了我們 教明人來跑步的第二集 那今天特別請到我身邊這位美女 看她的身材好不好 看起來就是非常不一樣 我們請她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健美人生K教練 所以平常就是拍一些有關於重訓 然後跟分享一些 飲食概念我看有時候也有分享 沒錯 太棒了 那今天呢 收到了特別邀約 就是這個任務非常的困難 就是我們要協助你把跑步的動作 調整到更好的狀況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即將開始一連串的訓練 然後再來看一下目前她的動作上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繼續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們可以怎麼樣調整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你在跑姿調整前 然後目前的動作 好 所以就自然放鬆跑 好 好看起來就是屁股重心啊 會有點坐在後面 所以試著再來提醒自己稍微夾屁股 一點點夾屁股 對然後往前的時候 小腿放鬆一點 不要跨很遠 就自然抬大腿就好 對然後手往後擺的時候啊 就不要有過多的旋轉 就自然往後推就好 手斜後方45度 對然後跑的時候 我們肩膀會帶到一個保持放鬆的狀態 然後手下巴眼睛看前面 好 好那接下來就要輕易簡單 慢跑一段 然後我會在旁邊稍微看一下目前的動作 順便錄影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你現在的動作是有什麼需要調整 OK 好 好 這是我們剛剛錄完你第一次跑步的畫面 那現在的動作看起來啊 就是手會有點往內旋比較過度 然後往外甩比較多 所以你在跑步向前的這件事情 就會有點太多在左右旋轉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改的 就是你的白手 不要有過多的往內旋 然後不要往外甩 那才可以減少你在身體前進的時候 不要左右旋轉 OK 這是第一個 在慢動作看起來啊 你的腳 在往前進的這個當下 小腿會有比較多的刻意前伸的動作 那通常在跑姿沒有調整到比較對的 骨盆前傾角度的情況 比較容易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應該說骨盆往前傾 然後屁股留在後面 那在這樣的動作下 你往前的這件事情 就會導致你的腳卡住 沒有辦法往前伸太遠 OK 所以你的腳踝 就會都是腳跟著地比較多 OK 這是我們待會要調整的 第二件事情 就是手之外 第二個要改的啊 就是你的腳 不要往前跨步這個動作 好 有啊還蠻明顯的 所以等一下繼續調整一下 看一下側面照 那側面剛做一連串的彈立帶的訓練 其實我覺得對於動作上一定會 所以夾緊有一些不一樣 嗯 可以看到上半身軀幹啊 會比較接近一直線 在往前跑這件事情 屁股沒有留後面那麼多 所以骨盆前傾角度有稍微拉回來 真的 那就會不會這麼前傾 那接下來是小腿的部分 可以看到剛剛小腿都是腳跟著地 但我們現在動作調整完 它比較接近是全腳掌 或是前腳掌的動作 那在這個動作的情況下 就會是比較有效率 而且不容易受傷的狀態 嗯 這樣膝蓋就不會這麼長痠痛 他透過了 好對 感覺一下剛剛講的啊 就是你的手 往後擺的時候 一個拳頭寬往後推 對 然後調整呼吸 試著去跟著你的跑步節奏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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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吸吐的過程啊 是嘴巴鼻子同時吸同時吐 就是嘴巴還是要打開 不要閉嘴巴 不然它就會有點吸氣吸不夠 吐 吸吐 很好 維持喔 對 然後稍微夾屁股 礦關節往前推 對 想像剛剛有一條彈力帶 在礦關節這個地方 對 很好很好 維持喔 吸吐 吸吐 然後跑一跑很累的時候 手可以放鬆 然後做 深呼吸一下 對 然後好 慢慢回來 手維持 對 很好喔 動作維持 不要把屁股掉下來 稍微夾屁股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一連串 這樣調整完 其實動作看起來差很多 那你有沒有在平常訓練 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你平常跑步啊 或是你在自己訓練的時候 就有撞牆期嗎 或是你有遇到一些什麼 慘痛經驗想分享 我覺得就是我最常遇到 問題就是我跑一跑肚子就痛 而且有時候是 可能剛開始跑而已 對 就開始肚子痛 對 可是我也沒喝水啊 那有可能就是肚子痛 就我們之前拍過很多影片有講過 其實就是一個是 身體強度太高 一個就是太近吃東西 但如果你沒喝水 那可能就是身體強度太高 就是你在訓練當下 那強度已經不是身體能負荷 它就會開始有一點 提醒你 欸 你要降強度 不然你身體會開始受不了 那第二種可能 就是你的呼吸換氣 沒有到一個比較好的節奏上 呼吸你有特別在跑步當中 會做什麼樣的調整嗎 沒有 因為我們重訓很簡單 就是用力的時候吐氣嘛 嘶 對 為了他不然 就是要先吸保氣才可以做 但跑步雷 沒有就自然 因為你每一下都在跑啊 對 所以你要持續在吸 那其實 呼吸有時候在跑步當中 就是如果有些人 他的呼吸頻率跟跑步的節奏 沒有對到的話 他很容易會因為身體開始缺氧 導致側腹痛 甚至導致他的身體的這個肌肉啊 開始會有一些手麻掉的情況 因為他的氧氣量 吸進來的 來不及身體轉換 然後他又吐出去 就是 你在呼吸這麼快頻率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你在跑步當中啊 你的身體這個轉換效率會比較差 所以 如果在接下來你在跑步訓練當下 你可以去稍微注意 就是你跑步的節奏可能是這樣 1 2 3 4 1 2 3 4 那你呼吸可能是吸吐 吸吐 跟著節奏 但是大概是兩步 做一次呼吸 兩步一次吐氣 不是 就有人會說吸吸吐吐 吸吐吐這種 但是 你很難在跑步這樣 就是你會吸也吸 你吸沒完全吐也吐不乾淨 超累 所以其實它兩吸兩吐 這種講法是在 你在跑兩步的過程當中 都在吸氣 所以你是吸吐 吸吐 而不是吸吸吐吐這樣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能可以回去稍微練習看看 或許 對 可以幫你在跑步當中 可以 就是讓你呼吸不會這麼急促 然後不會這麼疲勞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剛剛看到跑姿 其實調整上進步還蠻多的 你跑起來有感覺很不一樣嗎 直接用肥的 直接用肥 太誇張了 但是 我在看慢動作是真的有一點改善 就是在動作上省力很多 就是希望你可以在接下來訓練 因為今天的調整 所以接下來可能可以再輕鬆一點 對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啊 有一些相關重訓的問題 或是想參考一些飲食上的建議 也可以訂閱K教練的頻道 它那邊有很多就是相關介紹 怎麼樣訓練 怎麼樣吃 然後 甚至有一些生活上的分享 對 對 太棒了 那我們接下來 期待有更多 和K教練一起訓練啊 或是一起重訓跑步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教練對不對 我是K 我是 我是K教練 好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一集見 在拍一個 是嗎 還是要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 可以休息一下 好 沒有問題 好 可以啊 我拿著 可以可以 先休息一下 喝個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